日前因为孟晚舟被捕一案 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兴起 大肆的抨击加拿大 更一度的传出有中国网络民众 呼吁要抵制加拿大的产品 包含了加拿大知名羽绒品牌加拿大鹅 但是在28号开张的 加拿大鹅北京旗舰店营业如常 且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前往抢购 原先有传言指出 因为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引起的风波 有部分的中国网民呼吁要抵制 原定在12月15日要开业的加拿大鹅旗舰店 使得加拿大鹅原定在北京开幕的旗舰店 延后了开幕时间 并且担心到中国的民众是否会因此不买单 而在敏感的时间点上 店家仅仅表示是因为施工上的问题 导致了延后开幕 而现在在28号实际开幕过后 有大批的人流涌进店家 顾客甚至需要排队半个多小时 才能够入店购物 开幕后并有网友在微信表示 营业后的人潮十分的惊人 员工还不得不拉起警戒线 以限制人入店 人数以及购物时间都有空关 更有许多的民众在店门口大排长龙 而他们至少要等待30分钟以上 才能够进店进行消费 由加拿大额的开店情况看来 现在中国民众对于抵制加拿大商品的行动 似乎并不积极 孟晚舟案所带来的情绪 也没有反应在消费行动上 但还是有不少的民众在网路上大骂道 谁去谁就是汉奸 仍然坚持要以抵制商品作为抗议行动 明镜电视记者李倩瑜整理报道